大家好,很多朋友在家中啊,卤菜不会炒糖色 看完这个视频,你应该也就废了 锅中加两碗冰糖,一碗清水,一勺食用油 中火熬制,首先是冒大泡,一直不停搅拌 这个时候保持中火,水分蒸发,大泡变小泡 保持中火熬制成香油色 这个时候可以做拔丝菜品 火候稍微调小一点,不停搅拌 颜色慢慢变深 继续保持小火,不停搅拌 这个时候会变成早红深色 慢慢起泡,不要着急,可以关火 用锅的余温再熬制一会 感觉颜色变深了,直接倒入开水 熬制两分钟,这样糖色就制作成功了 主要用于红烧,卤菜的上色 下个视频用这个糖色给大家做卤菜 喜欢的双鸡,谢谢